果然可以嗎? 可以 我自己Q了 5 4 3 2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TK Talk創投觀點 我是TK 哇這個 各位如果看影片的話 可以看到這個場景非常不一樣 已經先爆雷啦 今天的特別來賓 無敵重量級是唐鳳正偉 唐鳳 大家好我是唐鳳 哇欸唐鳳 你怎麼會想到 哇誰要來蹭我的流量 是這樣子嗎? 沒有沒有 是因為我在那個立法院啊 覺得蠻無聊的 其實都沒有 沒有實質上面的質詢 我都在立法院打字 所以覺得說 有人聊天也不錯 好現在還在 還在北閣中就對了 沒錯現在還在北閣中 那我們今天大概這一集 可能聊個兩個多小時應該可以吧 沒有問題我下午還沒時間 四個小時左右 太困了 他當作質詢 當作質詢啦 好啦請你解釋一下 沒有啦 這次真的很開心 想說唐鳳 為什麼我們頻道其實是 主要講創業創投 但是其實 這次為什麼會邀請到唐鳳 是因為唐鳳是 創業家 其實他是一個創業家的一個DNA 而且他本身也創很多很多公司 我現在還在創業 現在其實也是創業對不對 沒錯 各位都是我的angel 都有納稅 沒錯 各位你們所有2300 沒有不是2300萬 但是只要抵達納稅年齡的人 你們都是唐鳳的angel 都是唐鳳的angel investor 借著機會跟這個 說你的天使投資人講一下 好啊 非常高興 大家讓我有這樣子一個機會 為大家服務 我們在行政院 是一個合作型態一個組織 跟傳統上面的股份有限公司 稍微有點不一樣 股份有限公司是 主要是一股一票 但是我們的這個合作組織呢 也叫做民國嘛 是一人一票的 以公民來講的話 那所以以一人一票的方式 進行創業最大的好處就是 如果你覺得理事主席 就是服務的啊 服務不周的話 那你可以在定期的選舉裡面 去把它換掉 那但是當然如果你覺得 他做的不錯的話 也可以讓他或者他的團隊 繼續連任 這個是在公司制裏上 比較不同的部分 但是我們現在也看到 有人用必俗型 有限公司的方式 用所謂的特別股的方式 去做到一人一拳 而不一定是一股一拳 甚至還有黃金股啊 輔俱拳啊等等這種方式 哇靠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了 各位太可怕 我剛剛只是隨便 亂哈拉一個開玩笑 結果唐鳳居然把整個 整個來龍去脈 包括公司的架構 都講清楚了 一個elevator pitch 哇太厲害了 所以講過很多次嘛 在電梯裡面練習過很多次 對對對 在電梯裡面練習過很多次 不過唐鳳這個是很酷啊 我第一次發現唐鳳創業 我剛剛我之前在查資料嘛 然後第一次唐鳳創業是十幾歲 那十四五歲 十五歲 對啊十五歲 我那時候還現場 十五歲是可以開公司嗎 換 你知道非法嗎 同工嘛 合法 合法 後來發現是 其實可以 其實你不到二十 就是民法這種所謂的 有行為能力的 對啊 以下你其實還是可以 你要怎麼樣 當股東 可以當股東 你不一定要所謂真的 你不能真的當執行負責人 或是執行長 對不當負責人 但你可以當股東 當時是技術總監 技術總監 對對對 所以其實是 我覺得這還蠻棒啊 就是說年輕人可以 你知道真的有想創業的人 其實你是可以創業的 不要去念大學 真的 不要去念大學 念什麼大學有用嗎 我還念到研究所 真的 我超後悔的 是齁 我父母給我最失敗的投資 就是投資我去念書 是這樣 沒有 我以為你會幫我解釋一下 結果你就 淡淡的同學 對你的背景很特殊啊 你是 小時候是自學啦 主要自學為主 然後 我超認同自學 我現在有個小朋友是三歲 然後 我之前的成長背景是受傳統教育 哇 塗毒的很慘 然後 我在看你的故事的時候 其實蠻感動深受 是因為 因為我IQ有180嘛 這時候幹嘛突然沉默了解 我是升高 我是升高 是 我躺下來也有嗎 那 這個可以 這個要剪掉了好 那個單位要剪一下1803 沒有但是 真的 還是黎米 不要這樣一直標我 但在這個 台灣的教育就是 我那時候 我們算是我只小女歲而已 對我們是同年 同類 謝謝你 然後 那時候的教育真的是就是 胡倫吞藻 反正就是背下來 不要管為什麼背下來 然後我記得很清楚 我在國中高中那段時間 我在看東西我有很多問題 我想問 我會一直舉手問 為什麼那時候是這樣 為什麼老師你要這樣講 為什麼沒有別的方式 就被老師罵 真的 我想奇怪 我那時候最沒辦法接受的是 英文課 然後老師說 OK How are you 對不對 然後ABC 一定要選個正願答案 我為什麼一定要選 I'm fine 我如果那天不爽 我本來想說Fuck off 對不對 我本來想說Fuck you走開 或是幹嘛之類的 為什麼一定要選I'm fine 然後我這問題就被老師罵 真的 我是數學科小學 一年級的時候 老師在那邊教一加一等於二 我覺得這是十進位吧 二進位的話是怎麼樣 哈哈哈哈 那老師有當場就板插就丟過去嗎 他就說 那你以後數學科就去圖書吧 不要出現在我面前 哈哈 你真的是少想學的時候 小學一年級 小學你就知道是那個二進位 就在看電腦的相關 對啊 你小時候是幾歲就開始碰到電腦的部分 我二進位就是數學部分 大概是六七歲就有接觸 那我真的有一台電腦可以寫成是八歲 八歲 我們同年所以 1989 八歲的時候我到底在幹嘛 我到底在幹嘛 完全想不起來 八歲那時候你就有一台電腦學 但你那時候是不是跟蔡壁如一樣 就是還沒有網路的年代 你就開始上網 我是還沒有網路的年代 就上一個叫Dial Up BBS 就是會有那個 這種聲音的一個叫做數據機 那當時因為不是網際網路 所以大家都必須要就是 我播入一個BBS留言給你 然後我要斷線 然後再你再連上去 再看到我留的眼 有什麼銀板快信啊什麼東西 OMG 這個完全小時候的記憶又回來 因為我小時候 我其實是大學念電腦 所以之前也是會關注一些電腦的東西 可是沒有那麼厲害 我是非常表面的 但真的你剛剛講的 完全就是小時候那個 我記得我爸也是買一台電腦 可是我那時候玩應該十幾歲的時候 第一次玩完全看不懂 但是覺得很有趣的嗎 那個螢幕然後都文字這樣子 就很酷 對啊就是用什麼Telix啊什麼東西 對那後來才有網際網路 對太酷了太酷了 欸不過我覺得很好奇 就是你這樣自學的背景下 是不是讓你很早就開始 有一種所謂獨立思考 或者是你覺得 為什麼世界一定要只有這條路走 為什麼要穿制服 為什麼這個才叫做正確的 是不是別人然後導致你最後很快 其實就開始 欸我其實可以創業 我其實可以做同事 其實那個時候主要還是在一個叫 Delta Center的一個BBS 那是建中資訊社的就是 算是專用BBS吧 但是他們也沒有說 欸外面能不能連進來 所以我就整天就是連進去 雖然當時還是國中生 那後來就發現說欸他們在做了很多題目 非常有意思 非常說當時他們在就是把jargon file 就是在網際網路上面 就是一開始的說 Internet Hackers 但是當時還不是資安的那個意思啊 就是做這個out of box thinking 就是去在就是設定的邊界外面去想一個系統的 這些很有創意的人 那把這個他們常用的話 就是jargon files去翻譯成中文嘛 叫做黑化字典這樣子 那所以我看的時候就發現說 欸這群人跟我是比較像的 就是說我們看到一個系統的時候 就像你剛剛看到一個系統的時候 不會去滿足於既有的選擇題 對 我們會把所有的是非題變選擇題 把所有選擇題都變填空題 對 那所有填空題還會問說 什麼是一維的啊 不能二維的變速度 欸好那總之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發現說 那雖然我看起來就是我關心的題目 旁邊的我的同學都不關心 但是在BBS上 或在網際網路上 其實有很多關心的這些人 當時有所謂的USENET嘛 那每一個你關心的事項 其實都可以在USENET 找到什麼點什麼點什麼 去一起做討論 所以那時候我就發現說 欸跟大家一起這樣創造的知識 比去背標準的案要有趣得多 對 那所以後來Delta Center的一些 他們的站長啊 站務員啊等等 後來就出來創業 是一家出版社 叫自詢人出版社 自詢人對 對那他們就跟我約稿嘛 我們就寫了一起寫了一本書 那之後那本書 因為就是在通路啊等等之外 還想要在網路上面買 那當時剛剛開始有SSL這個東西 那所以就是e-commerce 最一開始的時候 那所以我就自己加了一個 非官方的資訊人的 電商的刷卡的網站 那他們覺得欸這個東西不錯 那後來我們就聊一聊之後 我就變成他們非正式的網管 那當時是同工嘛 也沒有給我什麼錢 那但是呢 因為我是賣自己的書嘛 所以理論上有板稅 欸好像不錯 板稅那時候 不過那時候書還可以賣 對當時書還可以賣 1996年書還賣得不錯 板稅還養得起對不對 對對對 那後來就是慢慢我就發現說 欸那就是我自己寫了一些軟體程式 那一個出版社沒有說只能發行書啊 也可以發行軟體程式啊 所以我寫的像什麼搜尋快手啊什麼 就可以交給這個出版社來幫我賣 欸慢慢他就變成一家軟體公司 後來他們就賣給美國那個Larry Page 然後他們就開始把它做成Google了 那個是另外一個時間線喔 可能是你要從 翻屬騰 翻屬騰 翻屬騰開始講 我們跟翻屬騰 差不多是同時 對啊那時候很早期 而且搜尋一直是一個很大的議題這樣 欸不過我好奇的是 因為我們聽眾其實蠻多是 你知道學生 然後或者是想創意的人 那我覺得他們在 尤其是這麼年輕的時候 想創意的時候一定會 遇到一個大問題 就是家長反對 你那時候 開始14歲15歲的時候 要成立這個資訊人的時候 你爸媽是OK的嗎 當然不是很OK 那有跟他家庭稍微革命一下嗎 他們最主要兩個嘛 一個是說當時有強迫入學條例 所以我如果堅持不去上學的話 每天都要罰錢 這個錢大概不是我在付 都是他們在付 對 這好像定一個條約害到自己 對 那當時當然強迫入學條例 主要是希望小孩不要失學嘛 不要這個家長把這個年幼的小孩 就抓去做工作了 就不讓他們讀書 所以有他的時代背景 那所以 當時就是我就去跟校長 就是給他一個那個email printout 說這個你看我在線上 也有在做學問 事實上是 就是有看到像當時ARXIV 現在還有 Cornell 大學有就是preprint 就是發行的期刊的論文 在發行之前 先給同儕審閱之前 先交給就是鄉民審閱 這樣子一個 現在會叫open access 當時還沒有那個字的這個 四不清 對所以我就在上面就是亂入嘛 就隨便看到論文 覺得哪裡看不出來就寫信 那對方也不知道我才15歲了 所以就馬上回信給我 所以我就跟校長說 你看我還是有在做學問 那所以校長就看一看 想一分鐘就說 那你明天就不用來學校了 所以他們第一個concern就這樣不見了 對 那第二個concern他們也是覺得說 那我會不會就是專心創業的時候 我別的方面的學習好像會會落下去 就是變成好像說 自動資訊啊 或者是自動怎麼開公司啊 那但是其他人文啊什麼之類 所以我就跟他們說不會啊 我還是會繼續去文史者方面的東西 回去涉獵 那之後也有去旁聽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讀政大 我們家在政大方面 對 所以我就問他們說 他們有沒有推薦教授 那有些教授還在教課 那所以我就去等於當 就是他們變成我的就是學長之前這樣嗎 那所以我就去旁聽 但是當然沒有學分啊 就是他們喜歡教授的課 我就去旁聽 那這樣的話也讓他們知道說 欸我不會只是關注 就是創業題目 我還是會有一些基本的 還是要學習一下 對 所以你等於是還是有辦法 把父母的期待 跟你要創業這件事 還是夢想到達到平衡點 我覺得還是要多溝通 對對對 沒錯溝通是很重要的 欸那可是 欸創業是超級難的欸 所以你不可能第一次創業就很順利 然後就你知道書也賣得好 然後程式也都賣出去 你在這第一次創業的過程中 你遇到最大困難是嗎 對 當時其實資訊人 是大家都蠻看好的一間公司 對那但是 當時我跟就是賀元跟薛曉蘭嘛 對 那是三個人的這樣一個團隊 我覺得當時的一個困難 就是說其實沒有人知道說 好比像說我們做C2C的拍賣嘛 那個庫比德嘛 那或者是說 當時講到的這個搜尋快手啊 或者之後 然後我離開之後 當然像高架也有進去做CICQ啊等等 那我覺得最大困難就是說 沒有人知道說這些東西 中間的綜合效果是什麼 就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對每一個產品其實看起來都很有道理 而且也都很多人用 但是產品跟產品之間到底加在一起 就是我們當時還比較沒有一個生態圈的概念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好像每一支都還不錯 但是全部加在一起 好像就是有些這種被多利分的這種感覺 對那所以當時我也是覺得擴張有點太快 所以後來我就跑去大學旁聽 然後就比較去當顧問工作 我就把就是我們的那一部分的顧問就撤掉了這樣 蛤?這個我有點難理解 因為發展得很快 然後太成功 所以你決定撤掉 不是太成功是說大家的期望太多 就是會覺得說 好像我每天要處理的就是 不是只是像以前覺得說 欸我做一兩個產品 然後把它經營好 而是說因為 開始有好幾輪的投資 所以每輪的投資都會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 就是與其是經營一個長期的社群 他們大概都會想到怎麼出場 對 好比說當時有一個 大家覺得說 欸應該可以出場 就是讓英特爾來投資 對 有啊英特爾不是有投資嗎 對後來有 但是那是我離開的時候 對所以就是說 就是你要去跟這種想要短期之內 就變成就是什麼 Exponential Growth 指數型成長的這些投資人去pitch 跟我們傳統上面 跟就是比較中小企業 你知道嗎 就是出版社的那些好朋友們pitch 是完全不一樣的道路 那當時我還比較沒有跟這種 就是快速想要出場 或是想要有高的獲益比的這些 Venture Capital 處理了那麼大多經驗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很不習慣 所以應該是說最早一開始是比較像 你剛講的中小不是這種 就是中型企業這種傳統的出版社 然後大家的想法就是 好我們就是做個一個 一個可能甚至一個終身事業 這樣子 慢慢做電商啊 慢慢把就是我們的這個讀者照顧好啊等等 那慢慢把社群擴大嘛 對那但是其實大部分的投資人 不是那麼有耐心 對所以這個時候就會產生一些 尤其是VC啊 VC然後耐心 最多耐心大概多少 三個月嗎 對啊沒有啦 對啊 其實只好七年吧 七年的時間 但是也是跟你說跟30年比起來還是短很多啊 是啊是啊 所以那是誰的決定要導Intel進來 因為那個都是我離開之後的事情 對當時他們是有各種各樣子的討論啦 但是後來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比較不習慣這種 好像很快節奏 而且一下子就要想到說 你就是本夢比要多少倍啊 然後就是 對怎麼把股價炒高啊 對不是很擅長這種事情 對所以後來就 看不出來 哈哈 沒有啦是說你很會pitch啊 你講話很有說服力 對可是剛剛是一個合作事業的pitch啊 是 我沒有說讓各位的納稅錢瞬間翻20倍 沒有知道嗎 是是是 沒錯 台灣的估值多少你覺得 我覺得新台幣最近一直在漲 沒有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台灣講的很棒的重點就是 其實也我覺得很多這種所謂做技術出身的創業家 一定會遇到的問題就是 你當初本來想做的是一個產品 然後你就是很很棒 很想要做個產品去改變世界或幹嘛的 可是到慢慢公司來長大 你一定會遇到不管是管理的人的問題 或是團隊擴張資金 你開始要有外部資金來 那外部資金來 我覺得我們好前幾集很多講過很多遍 外部資金來 哇賽那個遊戲就完全不一樣 對因為當時還沒有那種特別股的設計 不能說我們幾個Founder 一股就算五百全 現在沒有嘛 對 所以那時候一進來我多少錢 林北就是佔幾% 那一多你就聽我的這樣 喔那的確是蠻容易 欸所以你離開之後但是 那個賀元和小蘭還是持續在 職權人那邊 對啊對啊對啊 然後就一直一直 拿外部資金 然後他們有試著去走 就是資本遊戲這條路 確實是啊 但那個我就沒有很詳細的了解 因為當時我就開始迷上一個新的東西叫開放圓馬運動 對對對 哇賽自己自己cue下一題 我就偏不問下一題 欸所以 欸那你對於開放 哈哈哈 沒有啦 但這個是台灣的狀況對不對 然後你後來還有去矽谷嘛對不對 有 也是開公司嘛創業嘛對不對 那你怎麼 你這個轉折是這樣 怎麼從台灣這邊創 你怎麼會突然跑到又矽谷去創業 欸當時就是因為 發現有開放圓馬運動 對那但是在台灣當時還沒有開放圓馬運動的所謂的生態系 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當時就是在 Acer Peripheral International 這個剛剛快要改名成BankQ的那個時候 對那就是 明基的算是投資長嗎 明基美國的負責人 就覺得說 那Open Source這個到底能不能做成一個新的business model 那因為當時大家都看到 Open Source這個字出現 但是事實上 對不起 這段時候 欸那你怎麼會到細管 對 確實 因為當時就是剛剛出現Open Source這個字 那但是在台灣還沒有真正意義上面Open Source的生態圈 對那所以 當時就是因為我在 當時還叫Acer Peripheral 但是馬上就要改名成BankQ的名基去擔任顧問的工作 那所以當時主要還是幫他們的可能HR ERP的系統做一些規劃 那但是這些都是非常傳統的 就是他們的資訊部門大概就是服務他們自己的集團的這些事業嘛 但是他們也有一點想說 欸那我能不能就是稍微spin off一點點 那然後變成一個一般性的這樣子一個服務的公司 那但是這裡面有很多環節 說不定可以運用Open Source的這樣一種想法 但大家當時就是Open Source就好像就是沒有人聽過 但是在西谷好像很紅 那但是是不是需要有人去了解一下呢 這樣呢 所以後來我就是跟那個Capita 跟賴明宗 那就去San Jose一段時間 然後在那一段時間裡面 一方面是說自己搞清楚Open Source到底怎麼回事 那二方面也是跟那個投資人討論說 那在Open Source的Business Model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因為它的Vail Proposition完全不一樣嘛 完全不一樣 不是說這個你幫自己賺大錢 普通賺大錢 而是說我們幫整個產業省大錢 那但是在這裡面我們有一些服務的費用可以收取 那但是當時這些東西都還在討論當中 所以我們就是去那邊好像是稍微看一下說 有沒有可能有哪些方式可以帶回台灣來 那後來也有找到一些方式帶回台灣來 那就是奧爾王這家公司 不過我覺得Open Source像你剛剛講的重點 Open Source我覺得說老實說 就是直到Red Hat最後高價天價賣出去 那一刻我覺得大家普遍市場才 你還有GitHub 對 對對也是也是 對也是Open Source的概念 就是說 某種程度上也還是回到資本的一個出廠的時候 大家才發現說 其實Open Source好像是有一個Business Model在後面 那在這之前其實 說老實說大家現在在看Open Source 我覺得有點像在看區塊鏈的感覺一樣 就是你到底要怎麼賺錢 然後難道只能靠Coin本身嗎 或者是Open Source可能也根本沒有Coin這個概念在裡面 所以它是 我很難想到那時候在投入Open Source的時候 你的那種對未來的一個完全無知的一個狀況 它就像那個全黑嘛 實際帝國一樣嘛對不對 你要先派一個人出去走才會有那個 真的是那種感覺 那種 我會慌嗎 那個地圖迷霧 地圖迷霧 地圖迷霧而散開 但也是很有意思啊 因為在就是本來的領域裡面 我們知道說 就是軟體的品質這件事情 一直是最難捉摸的 有的時候你assign一大堆RND 變成5倍的RND去 結果品質變更差 這也是非常常發生的事情 對 那所以當時也有一句話嘛 說這個Bear Guys非常有錢 可是它賣不到Windows的品質 那到底這個品質應該要怎麼樣提升 那當時Open Source就提出一個說 這個只要有業界足夠多的眼睛一起看 那所有的問題都是很很淺的 一下子就可以被發現了 那所以像這樣子一種 Open Innovation的這種方式 當時就是我在西谷的時候 他們正在Push Nescape這家公司 去用這種方式去把它開放出來 那當然後來就變成Firefox Firefox後來又觸發Chromium 那Chromium現在就是大家都在用的Chrome 包含微軟也在用的Chrome 那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Open Source作為一個開發 就是幫大家提升軟體品質 並且省錢 就是省微入匯費用 這個目前應該已經非常確立 那唐鳳你怎麼看Firefox 現在台北辦公室都撤掉 把人都拆掉了 我現在還是在用那個Nokia的手機 是是是 Nokia的翻蓋手機 它裡面跑的作業系統 叫KaiOS 那KaiOS就是當時台北辦公室 那全面做的BootGhetto 對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Open Source有個好處 就是說 如果你的投資人讓你走轉了 但是你還是可以跟一群志同套合的朋友 另外找一群人 因為它主要一個特色就是 拋棄掉智慧財產權嘛 所以說它是可以接關 就是你玩一玩超級麻煩 不小心掉下去 所以又可以接關 又可以回來 因為你就不用重新再開發 全部的之下城市 不過這蠻酷的 我覺得而且在你那個時候 剛到Sanko Sen那邊看的時候 你說是明基那邊 對 Bankia那邊 對 它有一個投資的一個Venture 一個Pilot 我覺得也蠻 而且那時候明基應該是 正當 你知道什麼 那個什麼 當日正中 自鎮當中 當日正中 自鎮當中 自鎮槍園 日什麼 日鎮當中 就是很紅 很有資源 很厲害的時候 before他們賓購的西門子 但那個時候 就可以開始佈局 Open Source 我覺得他們也是看得很遠 對 我覺得KYJ方面 他的那個Sensepad 蠻厲害 然後你後來陸續還有在創家公司 然後也都有買家在創家 所以其實都經歷過蠻多的 或者說我覺得你這個 你這個人本身的訊息 就是一個DNA 就是一個創業家的訊息 就是一個精神 因為從我的角度來看 就是我想要做 還好嗎 OK好 對我接觸到Open Source之後 其實後來就發現說 其實不一定是 城市碼的Open Source Open Innovation 可以用在各種各樣的方面 好比像說 在企業裡面 本來是大家分門別類 就是除了在插學間 可以跟附近的同事聊天之外 不然的話 有時候隔壁的部門的距離 比外面的公司還要遠 對 那這種東西 說不定也可以用類似 開放創新的方式 去把它稍微打破 那是叫做 所謂的就是 就是Enterprise Social 對 所以後來我有另外一個 參加的Venture 就是Social Text 後來被People Fluent 並購了 那所以那個也是 就是去把我們 就是玩Facebook 玩Wikipedia 玩Twitter 等等這種作業的方式 去用在大的企業裡面 或是500 那他們比較是 從就是大型組織開始 那後來Slack什麼 就是彎道超成 從小型組織開始 那後來發現其實 小型組織是比較work的 那小型組織如果大家 都用了這樣的習慣的話 其實有的時候 就是會在大型組織裡面 會冒出一些內部創新 內部創新 Intrapreneur 那其實他們用的是 適合小型組織 比較Nimble 的這樣一個做法 那這個東西 橫向擴散比較容易 比起說 你說服了大的 就是CEO說 我們將全公司 所有人都要開始用 Social Network 用來容易 對對對 我覺得你剛剛講的重點就是 開放啊 多溝通啊 所以其實 你剛剛講說茶水間 所以茶水間的八卦 其實是一種開源的一個精神 對不對 所以應該多鼓勵一些八卦 然後酸民 然後 對啊 現在疫情 所以就是大家都是在Virtual 哭了 我覺得真的很酷 唐鳳你這樣創業這麼多 有沒有什麼 心得給那種想創 因為我聽眾其實蠻多是 畢業後想創業 或是工作了一陣子想創業 如果他想創業的話 你有沒有覺得 你應該怎麼看 你知道不管是選題目 或者是說創業下 有沒有哪些會有什麼困難 是 我覺得在台灣 或者是現在全球 越來越是這樣子 就是說 Triple Button Line 這個概念 可能還是要了解 那是什麼 對 就是所謂的以前我們說 我們創業就是要有一個 Button Line Button Line就是公司不要倒 就是你錢得賺回來 那 但是呢 現在呢 除了我們這個叫做 Financial Bottom Line之外 還有另外兩個 那就是Social Bottom Line 就是像OpenSource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你公司 不管是很成功 像Rehead或GitHub 或者是後來就倒掉了 那不管怎麼樣 你對於整個業界都有貢獻 都有幫助 因為你做出來這一些軟體的元件 你可以省去所有其他人的開發 跟維護的成本嘛 所以它就對社會有貢獻 那另外一方面呢 現在也有很多人注意說 那你在創業的過程裡面 你是不是就是用到太多這種 會排放溫室氣體的東西啊 會不會污染環境啊 那或者像你剛剛講到的那個 分散式帳本技術 能不能不要燒那麼多電啊 等等這種做法 那其實尤其在台灣 如果一個公司 就算它很賺錢 但是它破壞掉我們的環境 或者是破壞掉社會上面的信任 那很容易就受到抵制 所以這種就是同時追求 就是經濟上面的 以及社會上 以及環境上的 這三個價值 等於是三個都是你的Botline 那這個是很重要 而且這樣子的話你創業 也比較不會失敗 因為你很難在三個上面同時失敗 總會中一個嘛對不對 分散風險嘛 對啊 投資人說 幹你怎麼營收那麼差 可是我沒有浪費電 對 投資人就 對啊 可以接受嗎 投資人說 對啊 為什麼這個沒有ROI 我們說我們沒有SROI 社會的ROI 我們那邊的分數很高 那邊的分數很高 對 我這件衣服是咖啡沙 跟回收寶特瓶做的 是 之類的 好 我這個問題我還留在 之後的採訪的創投 不過的確是這樣的 我覺得像矽谷現在 其實也是過去幾年有流行 就是這樣講獨角獸嘛 什麼龍啊什麼 現在有流行一個叫斑馬 對啦 就是要既有賺錢 又要做好事 對對對 我覺得也是大家 越來越覺醒的一個觀念 所以你剛剛講到就是 像分散式帳本的這個技術 為什麼你不講區塊 要講分散式帳本 好幾個原因 一個是說像 糟糕我是被問了 你要回答20分鐘 我想搜尋引擎 我會特別講Google OK 就是Google就是一種實作搜尋引擎 是是是是 因為你做的事情是去搜尋嘛 對 那Google就是一種做法而已 是是是 那但是我如果一直講Google的話 好像未來搜尋引擎 都不用冒出來了 是是是是 理解理解 對這個解釋正確 區塊鏈是分散式帳本 其中一種做法 一種做法 對一種做法 那另外一個我想問的 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奇 其實說老實話 我之前我不是要講自己怎樣 但是我之前曾經差一點進來行政院 對那時候是 那時候是毛治國的內閣 然後後來不是張善政有帶一段時間嗎 你要說佔領 對 沒有人佔領 對 是把長官趕走了 然後 那時候有 就通過朋友介紹 然後就差一點要進來 這當解藥秘書這樣子 我也是很高職位 那時候也是希望可以拿到年輕人 然後創業這樣子 可是我真的 我後來進來行政院的時候 包括現在錄影的時候 其實渾身就是不是特別舒服 哈哈哈哈 因為就是政府的本質 本來就是一個非常中心化 然後非常要有架構 非常要有組織 而且建築是國定古蹟啊 對 你要改都沒有得改 沒有得改 對他文資喔 對啊所以 就是我很難想像 我自己在這邊工作 所以後來我真的是很抱歉 我真的後來玩具 我也沒有在這邊工作 我是在仁愛露三大集的整號 在那個社會創新 只是說因為他們今天在辦 Npost年會比較吵 我們錄音都是在這邊 是是是 變成我們棚而已 那這很好 因為我那時候我問一個問題 我可不可以 我來這邊工作可以 但是我可不可以不要在辦公室 我可不可以去別人 這也是我問林圈院長第一個問題 那他說OK 他說OK啊 好那我還不夠 因為那時候我第一個回答是 當然不行啊 所以我就一定要在這裡 然後 反正anyway 我覺得 我很難想像我 因為我的個性也是比較 就是不拘小節 我是想要 頂Out of Box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很難想像 我在政府機關做事情 好難想像 你怎麼會誤入 怎麼會這個 怎麼這麼厲害 想要扛起這個責任 然後說法狀況怎麼樣 你有真的有辦法 推什麼 就是你覺得嗎 對啊 我覺得當時我就提三個條件 一個是說我在哪裡上班 那邊就算是行政員 對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欸我不會下命令 但是我也不接受你的命令 哇靠 那所以林圈完全是選票考量 然後第三個 也是我覺得比較重要的 就是說 在我主持的任何一切的會議 那包含我們這次的採訪等等 那全部都要公開 那不管是用主資稿 還是是在我們現在大家看到BDS的YouTube頻道 那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在政府裡面 最主要的政府資訊公開法 它是說你做了決定之後要公開 但是你做決定之前 像基奧秘書的工作 基本上是絕對不會公開的 對 但是在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 有一句話叫做 但是對於公益有必要的時候 得公開 但是那個是就是完全是掌觀權衡 得嘛 得就是你看你要不要 對就是每一層簽上去都要打勾 對那但是呢 我就說沒有啦 其實我主持人每一場會議 公開對公益都有必要 你要是不認同我就不來了 喔哇 對所以當時是那個牢固協商 哇 對對對我的這個契約裡面 對對對這三個工作條件 那這個我覺得是翻轉蠻多事情 後面像我剛進行任務不久 就出現一個就是各黨派的立委 開了一個公聽會 請了很多電競選手去那邊訴苦 說他們想要借小巨蛋也借不到 他們的想要辦國際比賽簽證也沒有辦法辦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沒有主管機關 那而且呢這個教育部就是體育署 認為說他沒有動到身體不能算是體育 應該是一種文化嘛 那然後文化部就說沒有啊這個有100年的傳統 每個人說英文就e-sport 就有個sport 對啊那所以文化部就說應該經濟部的事情 經濟部工業局就說你們是運動員 我們管是球場還有那顆球 就是軟體硬體我們可以管沒有錯 但是沒有聽說工業局去管運動員的 對那所以應該是就是你知道運動嗎 sport還是應該是體育署的事情 那所以他們已經這樣子十年了 然後據說之前都有行政院長親自協調 但是協調完之後一出來就翻盤 那所以後來呢就是我就接下這個看起來很困難的任務 那所以我就用一個open innovation的精神 就是我都不做什麼才是 我就讓這三個不會這樣講 那我就說那你講完我要公開到八卦版 哇塞這高招喔 八哈姆特 Mobile01 雅虎電競 對那他們就會稍微就是提出一些比較堅實的論點 然後在這個公開之後呢 真的很厲害 就是底下就馬上開始有一堆留言 那大部分都是一開始留言的人都是沒有看過這流的 對那但是大概到第五個留言的 他是第一個能夠看完有留言就非常專業 叫專業的五樓 專業的五樓真的是 對所以我們就接到很多專業五樓 他比方說有一個專業五樓就說 你就不要把它叫做就是sport嘛 你把它叫做記憶文化表演工作者 那這樣子的話 這三個這三個部位都有現成的法令可以對應到商業 記憶文化表演工作者 哇就是每個都每個都撈一下 每個都站一下 所以每個都有責任 對每個都有責任 然後又有一個專業五樓就說 他主張說圍棋現在是一種電競 圍棋對 因為不管訓練還有比賽都是在網路上做 他是回合制的電競 聽起來就很吵 那文化部本來就已經有圍棋的相關的一些 對付出的方案 所以他就說你不能大小眼不能補助圍棋 不補助別的 這也是非常有創意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鄉民的論點我都帶回行政院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對齁 原來還可以這樣看 那所以大概協調三次 我們真的就沒有問題了 我們就覺得說記憶表演工作者很OK 那智力運動也蠻好的等等 那所以這件事就解決了 所以其實並不是我自己特別厲害 而是說如果我不能夠公開我這個協調過程 那就會跟以前一樣就翻盤了 但是因為每一部都是公開的 所以等於鄉民的智慧就變成是 那行政院同仁就可以參考這些新的相反 對對 這其實也是網際網路的精神 就是一切是公開透明你提供平台 對不對你透過你的這個這樣一個職位角色 把這個平台打開 對就是開門造居嘛 你行你來嘛 不行我來了 但是你行你來嘛 沒有沒有你行來 沒有沒有你行你來 沒有沒有你行來 對對對 喔好 OK結束這場回合 不過就是 這的確這樣我蠻支持這個精神 就是一個網際網路的 我會做網路平台也是因為這樣 這個是一個很棒的方式 降低很多所謂的資訊傳遞的成本 所以一堆人可以發表他的想法意見 那理論上他大眾的智慧是遠高於個人 當然一定的 所以其實是 那個找到那個最佳節的幾率就高了 對 所謂數位政委就是數十位 數百位 數百位 說點事 不過你這個 透過網路的東西啊 這樣開放式這個 我覺得是應該是所有人對 你現在就是做了這四年左右 的一個最大的一個印象 就是你把很多東西開放了 沒錯 資訊開放啊 或者你剛剛講的文字稿 所以我今天這集 垃圾話乾話也都會出現在 是嗎 是這個意思 都會出現在我們的這個 側牌裡 但就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很棒 包括我覺得最能夠大家有感的應該就是 最近的世界 就是口罩的那個方式 對 實名制的方式 哇怎麼有辦法可以透過這樣開放資料 API方式這樣穿接 哇很方便 那我們有一個粉絲是 做口罩販賣機的這個 這個那個 依然科技的創辦人 Duncan 他就想問你說 為什麼你這麼看不看好他們 沒有沒有 他就說你怎麼看 對 但他的貢獻非常非常好 他說你怎麼看這個口罩販賣機這樣的一個 一個意思 這個我之前有在媒體上面公開講過 那事實上我也有跟客人市長講過 是 後來資訊局還找我 就是在他們的那個販賣機紀錄片裡面 有稍微客串了一下 對 我是覺得說如果 葉安當時沒有提出說 他們幫助鑰匙去做這種全自動的 這樣子一種做法的話 那其實個別的鑰匙 當然當時也有一些很厲害的鑰匙 自己也寫了程式 變成說你這個放健保卡 他就給你號碼牌 等等這個做法 但是呢他很難傳播 那 所以葉安科技等於是把這個模組化 對 模組化之後呢 不管你是放在藥局也好 或者放在販賣機裡面也好 你都可以用簡單的方式 其實就接到健保署的那個就是VPN 對 那這個VPN接上去之後呢 其實他就打開了大家的想像 所以像之後 好比像說我們有在便利商店嘛 全台灣一萬多家便利商店 也有你可以用健保卡 好像是繳地價稅那樣子的 就可以去預購口罩 那也很感謝客市長的建議 我們就不用跑兩趟 我們預購的時候可以同時續購 所謂N加應用 那這些都是建立在當時葉安科技 去跟健保署已經測通的那個API的界面上 所以可以說是他們在前面花了很多的時間 幫我們測通 測通之後呢 我們這邊其實協調 大概只花兩三天的時間 所以非常快 對對對 所以你有點像是踩在軍人的肩膀上 沒錯 哈哈哈哈 這樣會不會太捧他 不會不會 因為我們有採訪過議安科技 就是在我們前幾集 各位聽眾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前幾集 那他講到 他其實他的觀念是 他的觀點是 口罩範圍就是他模組 他其實重點還是這個解決方案 他不是單純只是為了口罩這件事情 這是某一個事 應該是某個七十點 然後他可能譬如說酒啦 酒類啦 看身份才可以買的 看年齡啊 什麼這些東西 都可以使用在這樣的模組化 而且我是覺得說 除了特定的產品 或我們剛剛講特定的服務之外 特定的創新的概念 就是不一定是用他們的程式嘛 對 可是他是好像覺得 哥倫布立彈押 原來可以這樣子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不是只是在便利商店訂口罩 後來在郵局的三倍券等等 也都是這樣 也是這樣 對對對 真的很酷 但重點就是 把資料打開啦 因為說老實話 其實之前很多新創團隊做的是 像醫療相關的一個創業 可是他們最難 遇到最大問題就是 他們沒有data去 他們翻譯他們的AI模型 或者 因為所有data都在健保署 都在政府手上 那某種程度上 假設今天政府 原來開放的話 其實真的是很多事情可以發生 因為台灣人才那麼強 對啊 我們最近也有協調一個 好比像說 像有另外一家新創 他們是可以去感應 那個護照上面的產品 然後去做人別確認嘛 對 那但是其實你如果看護照條例的話 它是主要是在通關的時候使用 那但是這裡就有兩派見解嘛 一派是說 他說他在通關的時候使用 表示他不能做別的用途 但另外一派講法是說 沒有法律沒有說不行的 那應該就是可以 對 那這個其實我是蠻感謝 就是陳美玲主委 他之前在 就是國發會主委的任期裡面 他就是有一個解釋學的一個原理 對 就是說 就是如果母法沒有說不行的 那就是可以 如果他的就是實行細則 或者是他的一些解釋 函視 竟然是把他往步行那邊解釋 那這個函視就應該廢止 這個細則就應該調整 那所以 這是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他當時給各部會的KPI 前面是一個負號 就是說你有廢止掉 或者調整掉多少不合時宜的法規 Oh interesting 對這是第一次我看到有負號的KPI 對啊這還蠻有趣的 而且這很 感覺是 的確是可以比較怎麼講 就真的把一些事情往前推 沒錯所以在這個精神底下 後來我們就幫忙協調 現在還在協調啊 就是說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移民修能不能提供一個穩定的 不管是API也好 或您剛剛講的資料也好 就可以讓國內的新創去運用這個 去做身份的辨識 對啊 這真的很棒 那身份辨識我想是一部分啦 那您剛剛提到的健保資料 主要原因還是因為 它一開始蒐集的目的其實是保險 不是研究用 所以它也不一定那麼品質就好到 可以給研究去使用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在推動一個叫 買Data 就是說你可以在現在 就是已經500 會買那些Data 對 就是也可以這樣講 不是M1啦 買Data 就是500萬人都有下載那個健保快一通嘛 那你可以自己看健康存者 甚至像X1什麼都可以直接下載到手機裡面 非常的方便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每個人就可以自己願意去Dedicate 他想要去拿他的個資做的事情 他不像說 我之前有做一個口罩4.0嘛 就是說我如果家裡已經有很多口罩 其實不太需要去拿 那這個時候我可以把我沒有領取的 也領不到的這個 去Dedicate給國外的這個人道的援助 那我還可以選擇具名 所以這是把我的選擇權去換顯明權 讓大家知道說 我是只是非常有愛心 在一個榮譽榜上面 那像唐鳳就有貢獻了6片口罩 給這個全世界的朋友 那像這個就是一個概念 就是說是在我充分告知 而且有授權的情況下 去把這個資料去做更有意義的活用 那所以這個我覺得讓知情同意變得更簡單 這個從長期來看會讓資料品質增加 比起你剛剛講說 把保險資料去做目的外的 那倒是真的 這的確是需要一直演化 然後去優化這些資料部分 因為的時候 我們講garbage in garbage out嘛 所以的確是資料進來收 的確是要做 尤其是deep learning 這個 台灣很多這個啊 台灣很多這個 我們以前都是寫程式去分析資料嘛 但deep learning是沒有啊 就是直接拿資料就變成程式碼了 對然後從那個資料去驗生 對那這個時候 如果資料進來就是有bias啊 或者是像你剛剛講garbage in 那這個做出來的程式碼 就是看起來相模像樣 在事實上都是就是誤入歧途的 對你剛剛講 陳美玲主委 前主委的這個這個做 我們其實也有訪問過陳美玲主委 是不是我們訪問都還蠻不錯對不對 都很分量 你覺得台灣最棒的創業podcast 是哪一個頻道 那當然 就是依你自己的想法 哈哈哈哈哈哈 誰這樣把他拿起來 拿起來還是吃得住 對對對 把他拿起來 東西再一次來一次 對 你覺得全台灣最棒的podcast 創業者是哪一個podcast 那當然就是tktalk創投觀點 哎呦好 我們這個剪100次 重複一下 這個法骨生啊 我覺得法骨生也不錯 法骨生也不錯 法骨生也很好 法骨生有podcast嗎 有嗎 這我就不知道 說明之後會有 但他有那個hashtag 面對他接受他 處理他放下他 對對對 我面對我說的債務 都是依照這樣的一個方式來 心態面對 面對債 接受債 處理債 放下債 對放下債 只我債主不這麼認為 不過這個 我好奇就是 因為我們之前訪問陳美琳 還有包括之前的 這個這個一些 因為我是從創業的角度看 那蠻多創業相關的 建言或法規或是一些東西 它的延續性 有時候不會跟著 因為政務官就這樣嘛 然後我們任期就結束 你怎麼看待 創業這個 這樣的一個議題 在目前社會大眾 或者說目前的所謂立法院的氛圍 或是所謂的政治權的氛圍內 它的佔比說到中華性絕對是低啦 絕對低於什麼社會的福利或什麼的 然後延續性又會因為政務官這樣 你怎麼看我們 身為創業的 很多創業家KOL 會去push一些議題 延續性不那麼強 這個方式有辦法解決 不過像現在公民心主委 其實之前也是在國發會 而且是負責亞系 那亞系除了就是IoT的神態圈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創業神態圈嘛 這個是亞系的一部分 所以我覺得他對這個還蠻熟悉的 那他之前在擔任政委 就是還沒有接掌國發會的時候 也是負責創新創業 那主要還是就是business oriented 就是說像我是社會創新嘛 你剛剛講到的社會福利公益啊等等 那這裡面也是有創業的 那但是我覺得公主委是蠻熟悉 應該不會有接不上的這個問題 那不過當然聲量上面確實就是你所提到的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要蹭流量 就是就像你今天蹭我的這個 對就是要蹭流量 就是說好比像說 像之前大家會發現說 之前大家會發現說分身商品技術 那他就是大家在關心食安的時候 那分身商品就變成食安的一個解決方案 那大家在關心這個跨國移工的這個處境的時候 那他就變成一個跨國移工的契約的解決方案 大家在關心公益團體的責信的時候 他變成一個公益團體責信 或者現在投票啊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大家就是隨時社會上面有一個社會氣氛 覺得說人跟人的信任 好像在某個題目上面現在快速消退 那這個時候分身商品就會跳出來說 我們可以很便宜的讓你重現一部分的信任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純粹就創業而創業的話 其實它是沒有辦法燒很久的 這個high curve過了就是過了 但是你如果隨時都有這個社會上面關注的問題 我可以提供一個新的解決角度 就算你不能百分之百解決 那是解決百分之一 像區塊錢大概都是只能解決百分之一 但是就算能夠解決百分之一 它也是等於逼著大家去看 以前就是比較不有趣的 像就是就是你知道back end back office這些東西 那但是你用這個角度帶起來的話 你又重新有升量 那這個就是投資人啊 或者是就是就算是一般的民眾 也會比較願意聽你的value proposition 對我覺得這個還是很重 那我這樣我直接 因為真的很難得採訪到這個 這個算是政府官員 尤其是這麼高等級政委這樣 我直接代表所有新創的團隊 台灣新創團隊 直接問唐鳳那個 你知不支持台灣新創公司 五年內都不用繳任何一毛營業稅 還有勞健保 我現在看起來是獨到財政 幫忙轉達一下 這個議題我大概傳達大概有十年了 真的 對完全沒有人聽得下去 對啦 因為確實 因為勞健保跟營業稅 它是最blunt 就是它是最沒有精準性的一種政策工具 也就是說只要你有這種就是無差別的這種待遇 我們馬上就會看到很多剛好不算新創 就是到第六年的公司 它就會馬上解散restructure 就變回一個第一年的公司 對 那因為變形創組織嘛 台灣中央企業是非常多的 所以這種就是無差別的policy 目前財政部會看起來就是很保守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已經碰過太多輪 就是你只要有這種blunt的policy 瞬間就會有非常多招勵 就很多人會鑽動嘛 鑽動去贊平 所以就是說如果要就是想這樣子的規劃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是要有一個precision 就是說你覺得現在 現在最需要導入的東西是什麼 有些人在新創權 有些人會說是行動支付 或者是就算跟財政部有關的好 電子發票等等 那如果再針對這些很narrow的這些題目 做新創的 那我們就說 那你在這邊甚至我就是用國家力量幫你抵消一些你的好比像說你的雲端的使用費啊 因為你要在就是這種生態圈裡面其實大家很多人都是覺得說那我大部分錢在燒的那個錢都是OPS的錢嘛 那OPS的錢也許我們可以幫你吸收一些等等 那這個時候就一方面有政策 一方面有公共利益 那也比較不容易被鑽漏洞 只是說 遇到蠻多沮喪的事情 譬如說 就舊的很多很多是舊的法嘛 然後去規劃去約束新的東西 就像健保 健保2003年 健保就上IC卡之後我覺得還蠻先進的 技術上是先進的 不過唐鳳你覺得健保大概幾年會倒 現在不是在重新討論這件事情嗎 是是是 蠻厲害的 都沒有 那個洞也都不會跳下去 我挖得很辛苦 都不會跳 現在不是質詢嗎 對 我是都沒有反質詢的 是是是 不過的確是這樣 就是我們遇到蠻多 像譬如說 像剛剛講財品不好 像稅的部分其實蠻多是 譬如說我們可能買國外的服務 我們其實要代替國外的服務 先幾波 喜歡10% 20%忘掉的稅 那當然 guarantee沒有人這樣做 那所以就變成說 因為做起來是根本不可能 你很難去做 那就變成說 假設你今天 遇到什麼問題的話 哇這個會被 這個會被 難聽就掉 後來他們有推那個 跨境學籍登記 有一些有 對有一些有 像臉書就OK 就有了 只是說我們不可能 自賣臉書嘛 所以一定大家都跑得很前面這樣 那再來就是 另外一個是 像創辦人的健保 還是不能 他們就算一毛錢都不領 不好意思你健保最低 還是要加上三四萬的一個集聚 就like what 這完全不make sense 然後我沒有收入 就還要繳三四萬集聚 其實這種 這種很多地方都是 小東西啊 但是每一個新創 一定百分之百 都會遇到這樣的一個 因為我馬上就可以想到說 那這樣就是 所有目前 對不起這張床 所以我馬上就想到說 如果你說創辦人 那一個人可以不用付健保 那目前所有加入職業工會 這些自由工作者 瞬間都會變成一人公司 對對對 健保是我們這個 就是左右兩翼裡面 最靠近社會主義的制度 所以如果您從右翼的觀點看的話 確實覺得他最遠 那您是支持 歐巴馬care還是Trumpcare 我看起來像美國公會嗎 很厲害耶 那個洞都 都跳不下去 好很厲害 所以你覺得 川普和拜登 沒事 這個 政委的任期到什麼時候 政委沒有任期 他是跟著內閣走嗎還是怎樣 對 理論上是跟內閣同進退 但是 因為政委比較特別是說 我們並沒有說 fixed term 所以就等於隨時 就是院長或總統 覺得說 那你更適合處理什麼業務 那就不見了 那就是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那也比較容易carry over 好比像說 我們負責經貿談判的鄧政委 其實是前一個政府的經濟部長 那所以在政委這個角色 是真的比較沒有政黨的色彩 這就為了延續性 但是其實蠻好的 所以我之所以問那個問題 是想問說 假設今天某一天 你最後不在這裡了 不在領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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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政府單位 你有曾經想過你下一部會 這可能你也很常會問 就是下一部會 其實我是很斜槓 就是我一方面在這邊當政委 對 二方面我還在跟Vitaly 不特地創業 我們在那個 VSEN 對VSEN 我們在那個 紐約有一個社創組織 就是叫做 Radical Exchange 那我是他的理事 事實上今天晚上才要開理事會 對 那所以在這裡創業 然後在巴塞隆納也在創業 叫Digital Future Society 這個比較沒有人聽過 但如果說他的金主是誰 是Mobile World Capital 這個大家都聽過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阿姆斯特段 做那個Council Democracy 那也是做網路民主 流動民主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就是隨時都在找題目創業 那但是當然 現在在行政院裡面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我從這國際的社創組織 學到的新的東西 好比像說平方投票法 平方融資法等等 我馬上就可以放到我們行政院的總統 培黑克松等等來使用 是一個出類旁通的功能 那所以即使是未來可能不在行政院做公共服務 我還是可以去用這種民間社創組織的角度 還是一樣提供公共服務 但一定都還是在就是所謂比較公共事務啦 社會議題這樣的一個方向 是你興趣啊 太酷了太酷了 我覺得台灣非常需要這樣 那個最後有些粉絲提問啊 我覺得還是代替粉絲來提問一下這樣子 第一個是 我答應他們 他們只要列問題我都沒幫他們打 對啊 我們只有四個小時 對 所以反而是我怕了 對所以是 而且又是open的精神 開放式嘛 所以第一個是有粉絲問說 你覺得TK像精神武嗎 很像啊 很像嘛 欸唐鳳認證喔很像喔 我一直想說是別人講的大家不相信 是嗎 但就很像嘛 我覺得非常像 對就幾乎一樣 對啊 那時候我去拍赤壁 人家還以為精神武在拍赤壁 你有去拍赤壁 對啊是我拍的有沒有搞錯 對啊就大家一直誇精神武 都不知道在幹嘛 第二個問題是 我就算害羞了 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有機會的話 有沒有興趣跟我一起拍一個rap battle的一個影片 就是可以來那個rap一下這樣子 因為你不是也會寫 寫詞 寫曲 寫什麼對不對 非同步的話可以 唉唷非同步 對啊 什麼意思 就可以後製啦 跟現在podcast一樣 是了解了解了解 那沒問題 live的battle 告訴你我也沒辦法 太難了 對不對 然後有一個是做 這個很有趣 他們有一個新創公司 他們做的是一個自來水的一個智能 智慧水表的一個服務 在各大這個做智慧水表 所以可以很快 台北市已經有 有個poc在run這樣子 我知道 那 他好奇是想問說 目前台灣自來水公司 就是某種程度上一直還沒有 因為會用這時候人會被取代啦 這樣的一個理由或什麼的 去一直去不願意去做太多嘗試 他們好奇想問說 像這種 新科技遇上傳統的 像AI也有這樣的問題 人會被取代 或什麼 插水表的人嗎 對啊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插水表了 你說政府已經拿掉了 已經拿掉了 已經拿掉了 對 已經拿掉了 現在都是自信填補 對 所以就 所以智慧公司應該就沒有借口了 所以你應該說 你怎麼看新科技遇到傳統的 可能一些 你知道就是想法 可能你會去抗拒 對於這種新科技來講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他們 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找到一個切入點進去 大概有兩個 一個是說 你去找一個有公共利益的價值 好比像說 像今年 因為很奇怪都沒有台風 那所以就是水情就高級 那這個情況下 如果你的智慧水表 可以幫助沈水 那這樣台水怎麼樣都得聽你的 那這個我們在這一屆 總統的愛歌手 已經有一個卓越團隊 是做智慧電表 之前雙智慧電表 一定可以接電 這個未必 因為你的用電行為 未必會因為你裝智慧電表而改變 而改變 那你如果是要知道說 你的個別電器 好比像說是 到底是冷氣機在用比較多電 還是你的電冰箱該換了等等 智慧電表是不會告訴你這個的 你要到每一個 就是 電器的那個插座那邊 去安裝它的 monitor 對 那這個是非常intrusive 所以幾乎沒有人會願意 花那麼多時間去裝 那所以呢 後來呢 總統黑客松的這個 創新的團隊呢 他們就用機器學習的方式 去算出說 冷氣它的用電的方式 會跟氣溫怎麼樣連動 但是冰箱不會 那所以它把每一個洗衣機的等等 它的那個用電的 pattern 都用深度學習的方式 建成它叫做用電的指紋突破 所以你只要裝一個智慧電表在外面 你完全不需要進入它的這個家戶 那它就可以告訴這個屋主說 你最可能漏電的就是那台冰箱 喔哇喔 這個聽起來就還蠻 所以就不是說我攤題來講 四年五年之後會省電賺錢 而是說你現在馬上換掉 就下一期的電費漲單就會變少 那這種幾乎是等於漏電嘛 因為用電效率不髒的東西 如果解決的話 馬上就把那個就是間鋒用電 立刻就省下來 因為會換掉的像冷氣什麼東西 大概都是間鋒用電 主要的這個大宗 所以這樣子一推出來之後 大家對於智慧電表的接受度 馬上變得非常高 而且台電是非常願意把它直接落地相轉 因為這個對他們有非常大的好處 因為建鋒用電是他們最苦惱的事情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的這個心狀團隊 也可以對於省水或其他類似 就是具有功利的東西 有類似這樣的幫助的話 那這樣子等於就是你跟他就是夥伴關係 就不是他的火器關係 我覺得我的take away是就是 不要試著去硬賣東西給你的客戶 而是去真的理解說客戶這個點不行 那它是其他的點是他真的需求 或是他真的問題點在哪裡 而且如果是文藝事業的話更是如此 因為他們雖然也是有 要不能賠錢的那個button line 但它更重要的是那個 實證目標的social button line 或者是環境保護的environmental button line 所以你在這兩個button line上面去說服 它其實比較容易 嗯你解解 酷耶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有聽說 唐鳳是這個魔法風雲會的第一名 這個很久以前了 很久以前很久以前 對但知道就是一個 而且你有設計卡牌對不對 套牌 套牌你有設計嗎 你有 超屌的沒有就是 粉絲提問啊 他就說你怎麼看卡牌交易平台 這樣一個商業模式 大家會拿 因為卡牌有可能到幾十萬啊 十幾萬這樣 你怎麼看這種這樣的商業模式 嗯當然就像任何就是集幻式的遊戲一樣 從這個球員卡到後來真的可以用來玩的魔法風雲會 甚至魔法風雲會 後來還專門為了收集的人去出了給收集者的那種補充包 所以我覺得這個當然都是很不錯的商業模式 那如果是在這個設計過程裡面 可以讓更多人能夠參與的話 那我覺得就比較容易取信於人 因為任何交易所就像在分散式帳門的某些應用上面 最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他沒有足夠透明給的出交代參與的話 那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欸我看起來像是投資者 我看起來像是使用者 但是說不定從你的角度來看我是韭菜呢 也也未可知 對那所以就是說你從一開始設立的時候 就要去確保說 不是只有你的shareholder是stayholder 你的所有的使用者 你的生態學員每一個人都是stayholder 那透過這種公共治理的方式 就類似我們在推開放政府這種方式的話 那你的交易所就比較容易變成是大家真的是信任這個交易所本身 而不是只是覺得說 欸那我在這邊可以碰到比較多人 但是說不定明天就倒了 嗯嗯性能度很重要 我覺得因為我之所以這樣問是 最近有一個台灣有很紅的一個創業實驚節目 創投創業實驚節目 叫百萬王者 就是唐鳳妮你也覺得很好看那一集 嗯 你根本沒看啊 沒有人嗎 是我們曾經做過 這是天能 對天能 我接下來就會覺得很好看那一集 那你會強迫播放給我看 對對對 強迫播放給我看 我待會兒用腦波這樣放給看 但裡面就是有講到 就是裡面一些評審也提到說 像這種交易平台其實很大一點 真的是信任啊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 而且你做平台的 工程度上的信任是這個重點這樣 不過那你節目裡面還有另外一個團隊的表現也很亮眼 叫做是做一個這個配對的交遊的一個旅遊行程 因為台灣生育率這麼低嘛 對啊 所以他們就帶他出國 然後在出國那五天使裡面 大家就一直交給 大家就一直互相認識嘛 疫情期間是要怎麼辦 等一下當然就受影響 但是就是 你怎麼看這樣的這種所謂 利用一些不同的侵入點 雖然可能是稍微傳統一點的話就是旅遊啦 但是它是不同的侵入點 然後是從交遊這樣的一個 對啊 這也是一個社會目的啊 同樣它是一個social button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只要是它講得出來 可以給社會交代 說 那我這個其實是讓未來的撫養率 變得比較健康 對 之類的 就是它都有一個社會的公共利益 那這樣我就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創業題目 哇 蠻酷蠻酷啊 今天真的是瘦一兩多耶 非常感謝 然後最後有沒有對於這些 因為我們聽說蠻多就是 現在創業啊 或是多多 對於創業和可能是拿資金相關 有興趣的朋友們 對 有沒有什麼最後一個建議說 你知道台灣 在台灣這個環境裡面 其實創業就一直就是不受重視嘛 趕快離開台灣 類似這樣的一個建議有嗎 現在要去哪裡 哪裡比較安全 南極 沒有 但就是給想創業人一些建議啊 或是已經在創業的一些建議 其實主要還是要組織起來 組織 組織 我們有一個社會創新平台 那 如果你剛剛聽到這個三重底線 你就想說 本來我公司張持裡面 就已經有規範說 我不是只為了賺錢 我還要照顧到什麼別的社會 或者環境的目的 那這樣的話 歡迎你來我們社會創新平台登錄 那登錄之後呢 只要你的供應鏈裡面 就是有人賣你的產品 買到五百萬 我就出來頒獎 真的 你認真的 是認真的 是認真的 那你是真的人會出來嗎 還是那個機器的人 真的人會出來 真的喔 如果是蠻野產品 或服務的是銀行 我們還會協調 今晚會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是蠻不錯 就是說你如果組織起來的話 那就不會覺得說 好像你做社會公益 或者去做環境的這些 就是目的的這些事情 只是純粹的CSR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景氣就是受到影響的時候 現在國際上面景氣還是沒有非常好 那CSR預算是最先受到影響的 但是如果你組織起來 然後去證明給你的生態圈說 其實我去做這個Social purpose 像你剛剛講到這個提高未來的這個 扶養的比率啊 等等這些 這個長期來看 對大家都有好處 而且真的有大企業買單了 那這樣子的話 就像我們之前會 highlight一些例子 好比像說 本來就是 鮮乳方去加入路易莎咖啡的時候 路易莎咖啡把它納入供應鏈 其實純粹不要說CSR 其實是因為PR 因為當時他們的其他別的陷入來源 正在受到社會的詢問 對 但是這個情況下 他後來就看說 沒有這個品質真的很好 他照顧環境或者是照顧社會 那其實也造就了比較好高品質的 這樣子一個陷入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他就從PR到CSR到BD 那等到你真的成為BD 就變成生態權的一部分的時候 那你就比較穩 而且你的之前的不管走轉多少次 那你是走轉的經驗 都可以成為整個生態圈 學習的這樣的一個養分 這樣子的話 你的下一輪就比較容易是跟你志同道合的人 而不是想要就是避震你趕快出場的人 這樣子 這真的是 從我們以前每一集在訪問 不管是創投什麼 就我們從比較資本的角度來 來看很多創業項目 真的 今天是腦洞大開 這是講法對嗎 然後大家就真的是 不一樣的角度思考 然後其實他帶來的影響 大家都是想把公司越做越大 價值越大越高 其實從社會的議題切入 也是非常非常有機會的 而且 某某程度可能 更容易受到大家的支持 絕對是從群眾的角度來看 就是Social Entrepreneurship 對啊 今天收一兩度 非常感謝唐鳳 如果大家對於唐鳳 還想多了解的話 就是麻煩去Apple Podcast 訂閱TK Talk創投觀點 對就可以聽到這個創投精神武 是創投精神武 的精闢的論點 像嘛對不對很像嘛 幾乎是一模一樣 我跟精神武幾乎一模一樣 對不對 怎麼突然不講 開玩笑開玩笑 再次感謝唐鳳 謝謝謝謝 那我們下次見 謝謝掰掰 謝謝掰掰 酷